这个丞相竟然被刺家人追杀 魏芒奉王命前来 干的就是斩草除根的活 张一掏出魏芒令牌 他明明说好让我走的 怎么可能让你们追杀 张一 我念你是名士 今日就不动手了 张一心中喜悦 马上就要留着大吉 谁知魏芒一挥兽 让手下将张一拉下马来 可惜啊请自裁吧 张一也是没招了 他拿出战卢宝剑 开始表演 但魏芒甚至 反派死于话多的千古定理 催促张一快快动手 张一即将横剑自吻 却眼神一变 猛的刺向魏芒 被魏芒轻松躲过 指此危难关头万箭齐发 数十道费鱼贯而出 魏芒慌了 魏芒一声冷笑 悔悼将两名刺客砍翻在地 魏芒还想挣扎 但张一瞬间只冷起来了 魏芒见匪徒众多 仓皇逃跑 张一芒感谢魏芒搭救之恩 不料魏芒转头 却将刀架在了张一脖子上 片刻后 众人一同前往山寨 这群人目标明确 只为求财 张一囊中羞涩 想要先行套礼 魏燃喜笑颜开 蒙得一脚踹出 魏燃让人将张一压到山寨 见到了本剧最美的姑娘 至于到底有多美呢 各位请看 不好意思 好题了 张一被压着就要处行 突然腰间宝剑 引起了几乎注意 死剑 为何在你身上 张一实话实说 这是有人相遭 几乎一声冷笑 一番了解后 张一这才得知 这个女人名叫姬胡 乃是正儿八经的周氏公主 都说周天子落魄 谁也没想到周氏千金 竟然落草为寇 靠打结为生 张一运气不错 遇到了她 但还是得要赎金 就在张一即将写求救信的时候 一阵不和谐的声音 传了过来 这是我国最早的山贼大学 朱江老师乃是大名鼎鼎的 辅助装周 人称庄子 这第一课 就是勒索信的书写 对于勒索信 庄子可算是清澈熟路 第一步 要先问候肉票家人 助他们身体健康 第二步 写清楚所要金融 第三步 要感谢肉票家人的馈赠 另一头的张一也没闲着 他劝魏然跟着她 创建一番伟业 魏然一愣 这秀才真是肚气眼放屁 你怎么想的 我是土匪 你让我当兵 张一无奈 只能作罢 当夜 接应张一的勤兵感到 乱箭齐发之下 山寨死伤无数 关键时刻 庄周架着张一出来 在张一的周旋下 众人这才作罢 临别前 庄子感谢魏然的大救之恩 供养他这么久分文不取 庄子也有些不好意思 为表达他的感激之情 庄子提出将随身菜刀相送 魏然八刀一看 刀确实是把好刀 但确实太短了 众所周知 太短用起来确实不舒服 说着 他就要把刀还给庄周 庄子一看就不愿意了 那我得告诉告诉你 这刀的来历 但就是说呀 庄子不愧是庄子 这些话翻译过来就一句 这是刀钉解牛 那个刀钉的刀 魏然无奈终于收下宝刀 庄子就此晃晃悠悠 心满意足地走了 最后时刻 魏然提出他想做官 张一立刻答应 顺便邀请美女胡同一同回秦 此时的秦国朝堂 庄严肃目 五国公秦 迫在眉睫 银死询问文武百官 文武百官就一个调调 送上美女黄金 割地赔款 不如咱们试试投降吧 这事儿呀 银死也是麻爪了 他现在只能等一个人回来 张一 这个男人卧底不成 让秦国损失一万兵家 无奈提出以死谢罪 接着 银死一言不发 带着张一来到了朝堂之上 面对这些曾经熟悉的面孔 张一等待着自己的判决 惊喜的事接踵而来 银华亲自出列 承认错误 张一感动万分 最后 银死亲自将相印高高举起 张一回情的第一季 便是鼓动起国 张一和银死不惜重金 叫来骑士 开始忽悠 但骑士并没上当 直言张一挑拨离间 张一哈哈大笑 你可以说我挑拨离间 也可以说我威言耸听 但齐亲两国 都在五国联盟之外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万一五国兵马针对齐国 数十万兵马兵临成下 那齐国面临的 他就是亡国了 数日后 张一大功告成 前来找银死汇报 两人对着地图一阵覆盘 齐国觉得中山国称王 属实无力 已经出兵攻打 山东各国已经打得不可开窍 联盟早已零存失望 但银死还是觉得 必须扩充兵员 以备不时之患 两人一合计 一个负责征兵 一个负责破合奏 分工明确 结束后 两人一同来到住建坊市场 这个地方是秦国至高秘密基地 不断研发着各种信心武器 但银死没有想到 这一次前来 他遇到了一个叫白起的少年 这个少年未来会成为六国的噩梦 那么这次见面 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个呀 我们下回再说 关注飘摇 下期更加精彩